又来了又来了 民众在华联出游 放眼望去 天空灰蒙蒙的一片 远方山巒几乎看不清楚 像被蒙上一层沙 今天的天气有点火灰的 没有像平常的那种 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 天空这么灰 就是因为被火山灰笼罩 日本西枝岛火山 位在台湾东北方 两千多公里外 从六月开始 持续大规模喷发 让火山灰随之飘散空中 这几天被东风吹来台湾北部 东部和恒春地区 镜头转到台东 远处的建筑也看不清楚 让民众担心健康受到影响 就是怕说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个火山灰的话 如果下去 当然是我们的那个毛细孔 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火山灰严重影响到台东空气品质 台东线PM2.5的常年平均值 约8到9微克 16号晚间一度超过30微克 17号最高也有22微克 就怕让呼吸道感到不适 这几天就是从8月17号礼拜一到 8月19号礼拜三 可能会受到一个东风的影响 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 各项的就是呼吸道的一个防护 因为毕竟这个火山灰 它是属于披衣2.5的一个物质 它有致癌 以及对于呼吸道的疾病的患者 会非常的不适 日本火山灰恐怕还会影响好几天 提醒民众外出时 记得戴口罩帽子以及穿外套 减少吸入火山灰甚至沾黏在身上 记者潘春贤流几交台东花联报导 感谢观看